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想介绍给大家 这部Z90和NX80 刚刚出了新的Firmware Upgrade 是可以做到Live Stream的 我现在想讲一讲 例如你想怎样去设定它 好,现在想讲一讲怎样去设定 首先第一个要求 就是你要更新的Firmware 去到做2.0 怎样去看呢? 就去到它的Menu 选择 Version Version Display 你见到现在的Version 2.0 就是证明了你现在 已经是可以做Live Stream的功能 第二个部分你要看的 就是去到这个线型的Wireless 你看看会不会见到RTMP Streaming 这些功能 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你现在可以做 怎样设定呢? 很简单 其实就是首先去到Wi-Fi Setting 去到Wi-Fi Setting之后 去选择Access Point Access Point 当然你可以用回 例如你的Wi-Fi 例如我们公司有一个Wi-Fi 你可以连接下去 如果你在外面的话 你可以用Wi-Fi弹去做 做法也是一样的 当你找到你需要的Wi-Fi之后 你进去 之后你去选择自己的 然后设定设定 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已经设定了 好了 设定完之后 第二个部分 就是RTMP的部分 就是这里 RTMP 你会看到RTMP有三个设定 为什么呢? 因为例如 假设当你有几个YouTube币 或者你有YouTube 有Facebook 有Vimeo 你可以先设定在这里 例如我们现在 设定了1 我们现在设定了 我们公司的YouTube币 你会看到 有RTMP 还有Stream Name 其实就是那个Key 当你完成了这个部分 之后 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Resolution 现在暂时的Resolution 只有720和360 当然是720 好了 之后 你就要选择 究竟你现在想要Stream哪个设定 现在我想Stream 1 之后就选Execute Execute之后 它就会问你 究竟你是用WiFi 还是LAN 什么叫LAN 其实它可以用两个功能 无论是NX80 或者是Z90 你可以用一个USB 去LAN的Adapter 来做LAN的Connection 或者是用WiFi 当然我没有这个Adapter 就自然就用WiFi OK 当我设定完了WiFi 之后 它就会准备 大前提大家要留意 就是 因为它不是一些 类似TeraDeck 或者U-Class的Product 它到时会设定 那个Location 所以 首先你要在YouTube 或Facebook 你要先设定Live Stream 当你设定好了 你会见到 现在在这里上高 你会见到 有一个Stream的公仔 你只需要 他都告诉你 例如你要开始 那个Stream 你就是按 Furnel 按了Furnel 之后 你会见到 Stream上高 会有一个线 即是告诉你 现在已经开始 做Live Stream 当然 Stop 其实基本上 你只是用Furnel 而你想走出 这个版面 其实它都展示给你看 按下Menu 就可以了 而同一时间 你现在还可以 按下 去录录 去录录 或者是 Stop 即是录录六张卡 但要留意 当你在Live Stream 的情况之下 你只能够在HD 只可以录HD 而4K 这个Execute 你会发觉是禁止了 这个你要留意 好,当我现在Live Stream 完了 我便停止了 OK 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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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录录 我都不录了 最后 我现在想把RTMP Live Stream 走出去 就只是按下Menu 按下 现在Live Stream 整个功能 就会跳出去 回到正常的模式 其实是这么简单 希望可以清楚 展示给大家看 如何做到Live Stream